麦当劳计划投入1亿5000万的美金 拓展这个全球教育计划 这项计划可以帮助麦当劳的员工完成学院梦想 为他们的梦想保驾护航 麦当劳宣布在今后5年会为Archways to Opportunity 全球教育计划提拨1亿5000万美元的经费 并且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扩充修改 将把参与计划的资格从任职满9个月放宽到90天 每周最低工作时数从20个小时降低到15个小时 这项改变令全美将近40万的麦当劳餐厅员工 都可以拥有参与计划的资格 此外麦当劳还将部分教育福利扩大到了餐厅员工的家人 参与者可以选择将这笔钱使用在社区大学 四年制大学或者工业学院 学费补助没有终身上限 所以餐厅员工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继续深造 并且规划事业 新的学费补助计划从2018年5月1号开始生效 也可以回溯到2018年的1月1号 扩充计划为员工在追求事业和学业上保驾护航 这不仅为员工自身创造了价值 也为企业的提升创造了更大的人力价值 终点频道编辑报道